这是一个读取NAS本地音乐的播放器 界面美观简约 风格类似Spotify 操作起来尤其丝滑 这就是本期的主角Swing Music 这是Swing Music它官方的一个介绍界面 这有一个Windows版本 但是Windows版本呢 其实就是一个Python版的本地服务器 双击打开之后呢 还是要通过本地浏览器访问本地的一个端口 在网页里面去使用这个软件的 这是它的开源地址界面 这个是我构建的一个镜像 安装很简单 需要一个LN的端口 一个音乐的录音音色 一个配置的录音音色就OK了 好 那我们来快速的安装一下 因为这个软件的模板在这个应用市场里面还没有 所以我们就手动安装了 添加容器 名字呢随便 就是Swing Music 镜像库呢 选择刚才的小 D D Swing Music 然后你想填的话 可以把这个 Tocker的地址给它填上 填到这里 然后一个图标 我们再去找一下 我们随便复制一个地址 复制进去 然后把后缀改一下 后面的改成Swing Music 我这个图标呢 都是这样命名的 大写开头 中间没有连字符 然后最后是A B来区分 这个就可以了 外部一般的你可以填一下 不填也是可以的 是一个IP 中间是IP 冒号 中间是Port Port先不填 待会我看一下 端口选什么 选一个端口 随便说个名字 端口的内部端口号是1970 好 那外部我就写个1972吧 好 那这个Web UI 这里填写1972 然后添加两个路径的映射 一个是音乐的 容器内就是music 再添加一个配置的 内是config 一个两个路径 一个端口 这就OK了 然后把对应的主机的一个路径映射进去就OK了 音乐呢 我是存放在音乐五年价里面的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点击确定 好 我们去访问1972 好 这就是它的界面了 这个软件呢 它的设置是很简单的 虽然是全英文 没有中文 但是很好理解 第一次打开 它会让你选择是 文件是放在哪里的 一个是这个home加目录 一个是自定义目录 那我们就选择自定义 找到我们刚才映射的是 在music文件夹 在这里面 好 你可以多选 选择这个文件夹 我们现在就选择这个文件夹 选择一个 先看一下效果 这个网页呢 它默认是这个两边是有空白的地方的 然后呢 那你可以在这个设置里面去把这个打开 这个让它全屏 网页全屏 点击一下 它就网页全屏了 然后第一个选项呢 也很简单 就是显示右侧这个set bar 是否显示 然后呢 就是显 就是这个显示M的这个标志 就是这个 你这个音乐的比特率 如果大于 1024KB的话 BPS 它就会显示一个M的标签 类似那个HQ SQ那种标签 然后显示右键菜单的方式 一种是点击 一种是 这个鼠标放上去 然后呢 这个是显示这个封面图 这幅显示 你如果打开的话 它左下角这个地方 就会显示这个音乐的封面 然后后面的话 就是你可以修改这个音乐的位置 这个配置就这样很简单 这个软件呢 使用起来很丝滑 它也很简单 甚至连这个音量调节都没有 那我们先来找一个歌曲来听一下 看一下 我们随便找一个 这个封面主下角呢 它会显示这个文艺的格式 跟这个比特律 有点遗憾的就是 这个文艺现在 它会显示这个歌曲 取暖回忆 回忆无效 这个封面的显示 要你一直会音乐替代的 如果没有的话 它这边就不会 我站在分隔岛上 很简单 那后的也很遗憾 没有方向 不想回家 你太善良 你太美丽 我讨厌这样 想你的自己 不是此刻的我太感性 与醉落为零 没有魂魄 话题完成并 这是我来讨厌 没问题 这边也还好 这边的我不太好 我觉得我看起了 我说好 真丽快点 我看起了 我看起了 你 我看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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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看起了 你 好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我是小小同学 我们下期再见